请阅读 请订阅 请访する 和声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一点这个CSE 感觉每一次我录早上出门的妆容 或者get ready with me之类的 都是在卫生间里录的 然后那个灯特别的黄 今天我就坐在这里面 光线比较好 然后录一个get ready with me 然后最近今年这一年 我感觉加拿大一直一直在起雾 然后天一直特别的阴 所以呢最近这两天天气都特别的好 虽然可能有那么阴 那么一两个小时 但是整体会出太阳 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太好喝了这个 然后今天可以看一下这个 Too Faced Born This Way的上脸试测 因为我应该会带妆一整天 然后先涂一个primer 然后上回有人问我 就是我用的双眼皮贴是什么 我用的是双眼皮胶 这个应该是Koji 他们家的iTalk 这个双眼皮胶 是我有一次看Pony他用了 之后我就买了一个 觉得还可以吧 涂的时候不要涂整个 这个双眼皮放的弧度 就稍微涂最高的那个点 然后一定要等它半透明的时候 就把那个叶压出来 等它完全干的时候 像我这种眼皮比较肿的人 就粘不住了 然后涂完就是这样了 我觉得比用双眼皮贴更自然一点 我开始上粉底 就大概用这么多些 你看 我新买的beauty blender 因为我用过很多就是real technique呀 还有什么韩国的那些 sponge 然后他们很多人说 这个是平加dupe 那个是平加dupe 但是真正用beauty blender发现 beauty blender贵 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 这个感觉遮瑕力还挺不错的 而且色号这次match的还挺好的 我发现我有的时候买化妆品 我做少一点功课 反倒会更适合我 我就简单看一下官方的图 然后看看那个他们示范图 是什么样子就买 然后用出来效果 还挺不错 反倒是那种 我想想适不适合我的肤色 适不适合我的皮肤状况 然后就都买不对 可能我对我自己还不太了解吧 很好看的黄标 我得加快速度 我得在10分钟之内 把这个妆化完 但是这个今天那个妆 挺简单的 就是一个平时我出门的妆了 因为上班的话 也不希望花太正的妆 不太正事情 我最近不是一直都坚持4点半起床吗 然后发现如果早睡早起的话 皮肤状态就会特别的好 而且我头发发际线也要长出来了 就最近不是总说什么95后也脱发了 但是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现在城市节都太快了 然后大家都太忙了 就导致比如说 晚睡早起 晚睡晚起啊 或者怎么样的 其实就是在这种信息时代中 娱乐比较多的时候 我自我控制就挺重要的 然后昨天我下班回来看留言 发现有的viewer看到我的视频之后 也早起了 我就觉得好感动啊 早上6点钟起床之后来跟我评了嘛 要是早是早起对皮肤啊 头发什么影响都特别的大 之后比你什么买了哪瓶洗发水 吃了哪些保健品 都要来的更快一点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这支视频 我强烈推荐你们也尝试一下 不用4点半起 但是可以比如说6点起啊 算好8个小时 6个小时 7个小时的睡眠 然后尝试几天就可以看到效果 然后这个妆容 画完眉毛 基本上就很快了 我画眉毛还是挺慢的 眼影我们就用一个颜色今天 然后用这个etude house的play color eye palette 然后这个是backstage 我用这两个深蹤前蹤混合 就涂在眼皮上面 直接沾这个前蹤色 画一下 之后稍微沾一点这个深棕色之后 加深一下这个眼尾 眼线呢 先填充一下内眼线中央 稍微拉出来一小点 好 好 加点毛的时候依然这样 就是一小段一小段 一小段多加几次 这样就会翘得更好看一点 睫毛膏 睫毛膏 kiss me long and curl 然后 之后脸上的妆容呢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超好用的东西 就是Colourpop的这个Super Shark Cheek 然后它的色号是Rocket Science 然后是一个这样 有点细细的闪的这种紫色 然后它是一个土豆泥的GD 就跟他们那个Super Shark Eyeshadow是一样的 之后拿这个美妆蛋稍微蘸一点之后 把它涂在平时高光的位置 然后脸上就会特别的有光泽 特别的自然 之后依然是我今年最爱的Ginger Pop 它好精用 我用了一年几乎每次化妆都要用 然后它连形状都没有变 还是我化妆次数太少了 之后这个妆容基本上就完成了 最后再涂一个日常妆必备的 Branch Date这个颜色 然后涂下嘴唇的时候可以稍微多化一点 然后这样看起来嘴唇就更立体 然后更丰满一点 日常妆就完成了 一共只花了十分多钟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去上班了 捉一下Too Faced的这个上妆的妆感 遮瑕力不至于假面 但是该织的都能遮得住 如果要是雀斑的话 我脸上这些雀斑是遮不住 但是我还没有发现能遮住它的粉底 我也不太想遮 就是还挺自然的 而且它刚好就是能把红色的痘印都遮住 然后露雀斑就好像你没有化妆一样那种 尾素眼感 但是它遮瑕力还有匀称肤色的能力 都是特别的自然 而且它的finish也是 不是特别油也不至于特别干 然后我上了这个Laura Mercier的powder之后 觉得也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妆感 但不是特别的glow 然后也不是特别的mat 就是很自然很自然 所以我现在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看一天下来的持妆效果 各方面什么怎么样 因为我平时化完妆之后 一天也不会补妆 所以呢 看看它的持妆效果怎么样吧 之后我要赶紧出门了 然后喷一个香水 是我算是我的signature scent 就是 chamelon的eargree and cucumber 就超好闻 尤其喷在我这个身上 我特别喜欢它的味道 出门 LED的会不会好吃 看我的妆感 哇这个粉底真的好好啊 一整天除了这块 可能有一些眼睛的压痕之外 剩下的地方 也没有暗沉 也没有脱妆 接着买灯 接着买灯泡 现在是晚上八点 然后中间完全没有补过任何妆 从我早上化的那个妆之后 我觉得这个粉底真的很感人 好喜欢的颜色也特别好 完全不暗沉 十分满分的十分 今天买了一个 这个的 就是daylight 是冷光的灯泡 如果是soft white 就是黄光的灯泡 这样 哇好很多 一下就不那么黄了 是不是 这个光线是不是非常的好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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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